3月2日,在山西地质博物馆展出的部分泽义王氏鳄化石,是32岁的古生物化石修复师吕波修复完成的,这是他历时三年,将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同类化石中个体最多,完整程度最高的远古神兽,泽义王氏鳄化石呈现出来。 当天,在山西地质博物馆的地下修复室,吕波穿着工作衣,戴着防尘面罩,手拿气动风刻笔正在精修泽义王氏鳄化石中的一部分,机器发出像切割钢筋一样的刺耳声,并扬起阵阵尘土。 它这个骨头非常软,一不小心就会伤害这个骨头表面,头只有这么长,然后那个牙齿非常小,它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,所以必须用那个极细的剃汁慢慢地剃掉,这是我觉得这是比较难,难一点的。 因为这个化石本身比较大嘛,然后修边缘的可以坐在那儿,但是你修中间的,显微镜够不见,你只能是趴到上面,趴到上面去修。 泽义王氏鳄生活于三叠季中期,距今约2.3亿年前,他以鳄命名,是中国肯氏兽动物群中的重要一员,比恐龙和鳄类更为原始,堪称远古神兽。 据介绍,2010年,山西地质博物馆在山西渔舍二马银组地层中采集到泽义王氏鳄化石,第一块泽义王氏鳄标本密集地布满了11个个体,其骨骼保存完整,清晰,关联性好。 化石是在那个岩层里包裹的,我们先用那个锤子栈子,然后慢慢地去除了一部分,然后快到化石的地方,我们采用这个气动笔, 慢慢地去除那个岩层的那个化石表面的围炎,然后马上要接近化石的时候,我们就要用那个极细的剃汁,慢慢地去去除这个围炎。 2015年,吕波正式开始修复泽义王氏鳄化石,经过三年的修复,泽义王氏鳄化石已经顺利展出。 吕波回忆,一天修复时间最长达八个小时以上。 起初是并没有特别喜欢这个,觉得它很枯燥,你想它要面对一些机械,要伴随着一些灰尘,噪音,反正是自己觉得挺枯燥的。 但是每当修出一件件标本呈现在那儿,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,总而言之就是成就感大于枯燥感吧。 同时,吕波还和其他同事共同修复了富肯氏兽头骨,甲龙,剑龙,三叶虫等。 修复这项工作,得凭良心去做,你可以草草了事,但是你想,它从野外被发掘,被发现,然后再被挖掘出来,这已经很不容易了。 所以,但要修复一件作品,就要尽可能的细形,尽可能的完美去工作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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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